蔬食新鮮派 蔬食新鮮派 健康美味好食在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今天的蔬食新鮮派 今天是我很期待的一次 这个菜是我平常蛮喜欢吃的 那一般我们做这个菜 都会在餐厅才吃得到 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 又邀请到我们的素食达人 我们的李师傅 到现场来为我们准备这套菜 李师傅你好 阿弥陀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所要做的这道菜 它是一位一个非常美味的好菜 喉菇粉丝包 食材 喉头菇 红萝卜球 豆薯 白果 宽冬粉 泼菜 芹菜末 调味料 辣豆瓣酱 素沙茶 冰糖 香菇粉 素蚝油 日本酱油 胡椒粉 香油 太阪粉水 甘草水 胡椒水 这道菜它不仅下饭 而且它非常的有味道 还有养生 对 好我现在要开始来做示范 好 这个冬粉要记得 一定要宽的吗 宽的才有口感 宽的才有口感 可是它泡水泡比较久 泡水它大概要泡一个小时 对一个小时之后来菜来做料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泡过了 对已经泡了一个小时了 来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开火 我们来看看 宽师傅怎么做 好 冬粉在煮的时候记得 千万不要直接下去烧 因为你下去烧它会收汁 你用泡的 然后它自然里面就有味道 吃起来冬粉会QQ的 不要煮太熟 太熟就没那么好吃 你说冬粉要先在调味料里面泡过 对 我现在就炒这个冬粉的料 我们放点油下去 然后油 一样 对但是油不要太多 放点油下去 开始我们来放它的佐料 冬粉本身一点味道都没有 所以我们放佐料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佐料可以放稍微重一点 也是一样 对 芹菜爆料 豆瓣酱 辣的还是不辣的 辣的 辣的 稍微一点辣 对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人 还可以放辣椒酱也可以 哦 哦 但是豆瓣酱可能比较香哦 对 豆瓣酱比较香 来 再放一点点我们的 树蚝油 树蚝油 冰糖要记得 冰糖要炒一下 冰糖有炒过的冰糖对不对 它本身才会回甘 很多人都不晓得说 哦 糖就炒过 哎 你要记得 糖如果有炒过它的糖就会回甘 可是一般这样锅子就焦掉了啊 不会啊 黑黑的 不会啊 赶快放碾水下去就好了 哦 再放碾水 不要它过火啦 哦 我这次终于学到哦 我看你每次都把那个高汤水放在旁边 对啊 可以做准备 可是每一道菜都是做高汤的水下来做 对 没错 哦 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学到了 学到了 这是日本酱油 日本酱油 不用太多 我们的香菇粉 要带一点胡椒粉 胡椒粉 胡椒粉 还有干草 干草水 对 干草可以生津结葛 胡椒粉可以排人体的湿气 都不错的东西 所以把泡过一个小时的冬粉 冬粉放下去 放下去 水如果不太够的话再加点水 就这样子让它泡着 还是要煮开 那这个火 水要煮开一下 火也是要继续让它 对 煮开之后就可以用泡的 就可以捞起来用泡的 通常我还是会再试个味道 对 我还是会再试个味道 因为您是料理达人 一定要注重 我密度佛 因为我觉得每一道菜 就要介绍给观众朋友 都是要介绍到最好的 注意看 它这个冬粉 让它收汁 再滚了 等一下滚的时候 我们就给它倒过去 那一个锅子里面 原来这个锅子 对 原来锅子泡着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处理 继续处理猴头菇了 其实菜要好吃 还是要很仔细的去拿捏 不是说随便家里炒一炒 其实做菜就跟做人一样 做菜跟做人一样 你菜做得好 你做人就做得不错 做菜要坚持 很多事要去坚持 要坚持 这个时候我们要倒出来 好 哇 真的好香 把它泡着 泡着 不动它 来 接下来继续料理 从一个锅我们再加水 加水下去 那猴头菇不用炒吗 等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 那我们在泡这个冬粉的时候 我们先把冬粉放旁边一点 我们来下一道菜准备 我们的青菜 还是要做一个青菜的准备 要烫过 用水炒的方式 因为它等一下不是排盘而已吗 它是围边 围在火腹的旁边 但是也可以吃 当然可以吃 它比较清淡的 对 对 通常炒泡菜 如果在餐厅的话 要吃到一道泡菜好吃的话 其实是考验一个师傅的功力 大火炒的话 对不对 大火炒 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炒熟 然后吃到菠菜的甜度 那个真的好吃 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然后我要把它做到让每一个人吃起来都很开心 对 然后很健康 不是说炒一个菠菜这么容易 对啊 除了大火油水以外 你觉得还要炒这个快锅炒的菜要怎么样去炒的很好吃 其实我有一个哲学 炒青菜的话 大火炒 炒半熟就好 为什么 锅内 锅子本身还有温度 蔬菜跟蔬菜叠在一起还有温度 对对对 火就可以关了 对 然后焖一下再起锅 也不用焖 也不用 把水沥干之后再打回去我们的锅子里面 是 半个两下 就好了 就已经放在盘子上了 它自动还继续熟成啊 对对对 搬到客人你们身边的时候你们夹起来是刚刚好熟 哦 那就要算得很准 要算得很准 没错 这个菜最困难的应该就是这个 猴头菇的处理 哦 猴头菇等一下就是要 很大的学问 对 要来考验我 等一下这道菜我稍一次给你看 你以后会觉得很简单 是哦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那个盘子 师姐那个盘子拿过来 对 来 我们先把菠菜放下去 这个也是排盘 然后也是可以吃 当然 我们把菠菜往旁边跑 好 对对你看还有温度 对还有温度 对啊 我师傅以前我学徒的时候也常跟我讲 做任何事情一定要用心做你 对 失败没有关系 慢慢的 对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失败 不可能说你没有失败你就成功 不可能的事 来我们舀一点水 我们现在来汆烫我们的猴菇 哦猴头菇也要汆烫过 当然要 那一般我们要怎么在外面买得到这样子这么好吃的猴头菇 正常来讲外面的猴菇你只要跟他买那个 有腌过的 它腌过就是它处理过 对它已经处理好了 你回来的话就稍微用水稍微汆烫一下 要煮之前汆烫 对汆烫一下之后 因为它本身有调一些味道 它已经调味道 你回来就把它汆烫到味道比较淡 比较淡之后就可以随心所欲 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 你要煮什么都可以 那也是一样在那个南北杂货店可以买猴头菇 对南北杂货店它都有在卖这个猴头菇 如果你买那个新鲜的猴头菇回来的话 我是不建议因为 不会处理 家庭主妇要处理一个猴头菇要三天 你家可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那么多时间去搞那个 我们水快滚车就加下去了 先汆烫一下 穿烫 因为我们这个火稍微小了一点慢慢来 因为这样子家庭主妇在看也看得比较清楚 那会不会老掉啊 不会 不会 放心 不会 不会变硬掉 不会 你 它本身有淹过了 我们只是用热水稍微穿烫而已 它不可能会硬掉 不可能 很硬的话对不对 可能就是你穿烫不够 穿烫的时候也是功夫 你要把它汆烫到它软软的 这是我们可以去调整的 你自己可以用炒 不要适应的就不要汆烫太久 对啊 炒烫下去一下就知道了 看它有没有软了 它如果软了就可以了 对对 来 豆鼠 豆鼠下去 也下去一起汆烫 对 一起汆烫 对 这是我们的白果红萝卜球 也是要汆烫一下 也是要汆烫下去 东东下去 谢谢 做素食对不对 做素食的厨师 我们不杀生 又能让更多人来吃素 然后他们也不杀生 对对对 这是很棒的 引导大家觉得 这个素的也可以煮的这么好吃 我们师傅常说啊 你只要开餐厅少赚一点钱 只要更多人来吃就功德很大 真的 因为你要让一个人少吃一块肉 这个功德会大 真的 所以随喜赞叹你们 谢谢师姐 来 为什么我们这个要汆烫比较久 因为它的东西 节地主食都比较硬 豆鼠它本身是硬的 萝卜球也是硬的 萝卜球也是硬的 所以稍微要汆烫 稍微久了一点点 每一次也把它煮熟 对 把它煮熟 等一下再来收汁 来烧 大概差不多了 来 我现在把它捞起来 关火捞起来 我们这个时候 再来就是要来开始炒菜 通常的话 快炒的话 有锅气会比较香一点 但是我们这边可能没办法 抢到它的锅气 对 一样芹菜末 然后再来豆瓣酱 酱油糕 树蚝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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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冰糖 一点冰糖 因为树沙茶它是熟酱 熟酱的意思就是它已经炒熟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下去暴炒 一点日本酱油 然后再加一点点香菇粉 对 对 胡椒粉 胡椒粉 要勾芡吗 要 它要勾芡 它需要勾芡 但是它的芡汁不是非常的厚 一点点 对 这个是工夫菜 厚豆菇这种东西应该是在大陆那边的 厚豆菇大部分都是会在台湾处 台湾在处 因为台湾的处食确实是做得不错 对 我们台湾的厨师也不能骄傲 说真的 还是自己要 对不对 真的 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 当你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不能说 我今天做得比较大 就可以了 没关系 那就错了 你反而到达一个程度 你要更用心去做 然后把蔬菜做得更好 让大家一起来吃素 对 那等一下我们这个粉丝 是不是要放到盘中去 没错 像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粉丝拿过来 好 把里面的酱汁倒掉 那个酱汁就不用了 酱汁不要了 哇 天啊 好漂亮喔 哇 看起来 好棒 好棒 一次 这个时候差不多好了 我们来收汁了 好 然后勾芡了 对 勾个薄芡 你看我都是用大火在收 好 好 这道菜就完成了 好 嗯 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 侯菇粉丝宝 各位观众朋友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有空的话也就尝试一下 因为真的很好吃 阿弥陀佛 很简单 做法 一 将宽豆粉 预先泡水一小时 备用 二 芹菜末爆香 并加入辣豆瓣 塑蚝油 冰糖 再锅微炒 再放入少许高汤 日本酱油 香菇粉 胡椒粉 干草水 胡椒水 三 宽豆粉放入锅中 直到水滚 起锅备用 四 大火快炒泼菜 立干 摆盘的周围 五 锅中加入高汤 水滚后放入喉菇川烫 直到喉菇软化后 加入豆鼠 白骨 红萝卜球 穿烫煮熟捞起 六 热锅加入油 芹菜末爆香 加入辣豆瓣酱 素蚝油 冰糖 素沙茶 日本酱油 香菇粉 胡椒粉 干炒水 胡椒水等搅拌 加热到水滚 七 将穿烫过食材 放入锅中拌炒 回焖 八 粉丝中的酱汁倒掉后 加入一点香油后 放至盘中 九 锅中加入太白粉水 勾薄芡 起锅时 放豆粉之上 即完成 下来要为各位介绍另外一道菜 这道菜也是听起来很好听 双心爆喜 好像是有两个菜的组合 这个都非常适合做年菜 我们请李师傅 阿弥陀佛 谢谢 谢谢 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所要做的这道双心爆喜 其实就是两道菜 合成一个非常美味的好菜 双心爆喜 食材A 吐司 烤芙丁 马铃薯丁 红萝卜丁 香菇丝 玉米笋丁 芹菜末 食材B 高绿菜苗 番茄块 角白笋块 调味料A 素蚝油 薯沙茶 咖喱块 咖喱粉 海盐 香菇粉 胡椒水 干炒水 冰糖 调味料B 海盐 香油 香菇粉 高鲜味精 我今天所要做的双心爆喜的其中一道菜 就是我最近才研发出来的咖喱胖胖酥 它是用我们的面包皮下去包咖喱 有这么薄的面包皮啊 那自己切 这是吐司 对 自己切 对 我们一样锅热冷油 它就是炒菜 放一点点油 油不用太多 这时候我们先放一些芹菜末 一样是芹菜末 对 芹菜末下去爆香 开这个节目很不错 我们学到一些 平常在家里学不到的技术 红萝卜丁 好香 味炒一下 花菇丝 马铃薯丁 都切得好细 对 因为我们要包在我们的咖喱汤包酥里面 面包 面包 这个时候要小心喔 我们要放一样东西下去 咖喱粉 咖喱粉的火如果太大的话 咖喱就会苦掉 就不好吃了 所以现在要小火 对 现在是小火 就一点点 稍微咖喱炒香 加点水 加点油 油 不能加水 先把火关掉 让它的余温 下去炒 让香气炒出来 切 切 好再把我们的烤芙丁 烤芙丁 烤芙丁 素沙茶 对 跟南洋的那个沙爹酱 差不多 这个时候我们放一点点水 高汤 对 素高汤 高汤不要放多 等一下包的时候这个水不会很多吗 所以等一下看喔 它等一下包的时候它的水就没了 它会收汁了 对 因为我们烤芙跟马铃薯都会吸水分 所以我们慢慢让它去收 这是比较费工的料理 当然当然 冰糖 好 那这个是咸味还是甜味 这个是咸味 咸味 咸中带点甜 这是我们的咖喱块 咖喱块不用加太多 一点点 大概四分之一块就好了 那你师傅啊 为什么有咖喱粉又要加咖喱块 这什么道理 咖喱粉它本身只是粉 它有一个香气 但是它没有味道 咖喱块是有味道的 没有甜咸 就是香气而已 咖喱块放下去之后 它味道就可以释放出来了 我们还没有放一个东西 玉米笋丁 玉米笋丁 增加一些芹菜的香气 好 再放 加一点 但它的汁就开始收干了 我看这个不用包 这样就很好吃了 这样其实也很好吃 是啊 材料这么丰富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 我们包好的料先放下来 好 真的没有汤汁耶 对 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包这个咖喱 它现在还是热的状态 先拿一个饼 煮丝皮 放中间 我看很难耶 这个皮 你记得一定要包多一点点 为什么要包多一点 它吃起来才会好吃 两个连起来 是这样包 吐司有个好处 它会软 你只要用手下去抓它就粘住 是 是 这是它的特性 你看 就连起来了 连起来了 好漂亮喔 还是圆的 你看 我以为你要包饺子的样子 很漂亮 对 好 来 那这样就可以了 对 我们要不要拍毯了 这个真的是纯手工啊 真的是纯手工 是啊 李师傅你做菜很有天分耶 为什么呢 对啊 一样这个胖胖酥 你就可以把它从荤的改成树的 讚 其实我是觉得观世音菩萨在帮助 因为我 我们其实心里有事 我鼓信观世音菩萨 你一想 它就帮你点到说 你要怎么做 是不是这样 对 真的呢 对在我学会的过程里面 我也是 我常常想说 奇怪 这件事情好像不是我想的 怎么会 我忽然想到会这样去做 这样去决定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 原来 原来观世音菩萨在帮你开智慧 对啊 对对 就刚好也会遇到一些 一些瓶颈的时候 都好像梦里有人来教我们怎么做菜 注意看 如果有时候破了嘛 破了嘛 还有一个 再加一个 这样子口感也不会输吧 也怪差 不饿多神 哦 你看 很多事情 对不对 不要太执着 一切随缘 你看 很漂亮吧 对对对 那 下次就给它切厚一点 你觉得呢 不要太厚 口感不一样 太厚第一 它不好包 哦 连不住了 对 第二 口感又不好 因为我们只要一点点酥酥的感觉而已 哦 等一下是下去炸吗 我用干煎的方式 干煎就是不要放油 要放一点油 一点油 然后煎 两面黄就好了 煎跟炸猜在哪里 油少吗 煎跟炸 煎油少 对 炸的话油就是超过了食材 但是比较费工啊 煎的时候要多一点食材 煎的话就是要 小心就是怕干锅 那你们在推这个菜的时候是要煎还是要炸 我用烤 烤的哦 对 烤的会更好吃 其实那天在想到这道菜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这道菜应该要推广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在家里也只要有 阿公阿嬷没事啊 对不对 在家里有空 对对对对 然后你帮食材准备好 然后教他们包一次 他们在家里就慢慢包就好了 对对对 好现在来干煎 来火不要太大 就算有点干锅也没关系 这个火绝对不能太大 火小一点点 哇很香耶 所以你说的干煎就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就好了 对对对 不要太多 我在想用平底锅 平底锅一定更好煎 这个菜我很迫不及待 好刚刚好 这样好了之后 我们来排盘的动作 好 切开 我们稍微给它挤一点沙拉下去 装饰一下 撒一点松脂 好先放回去 放回来 来做下一道 好 好 再来我们继续来做下一道这个 双心报喜的另外一道菜 双心报喜的另外一道菜 这就是高丽菜苗 台季叫高丽菜银 然后这个番茄的话 我是选用高山番茄 黑蝦的高山番茄 加上我们狐狸那边的角白笋 角白笋 高丽菜苗它本身的菜比较厚 如果你没有经过汆烫的话 太硬 太硬吃起来就会太硬 有些老人家可能咬不动它 你先把菜放下去 那角白笋要不要汆烫呢 要 也要 但是角白笋的稍微等一下 因为等它水稍微再开一点再放 不然就变成泡水的菜 泡水的菜泡久了就烂烂 吃起来不会那么好吃 做菜技巧 它温度如果没有到达一个温度的话 最后泡的就不太好 然后高丽菜苗 跟黑叶番茄 跟角白笋 三个东西合在一起的时候 对啊 那个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真的是绝配 吃起来那个高丽菜苗 还有一点微酸的番茄味 所以非常好吃 那是三个一起炒吗 汆烫之后一起炒 一起炒 但是有一个东西没有汆烫 这个番茄不汆烫 因为番茄可以吃新鲜的吧 可以 但是番茄如果没有加热 它的茄红素是跑不出来的 所以一定要加热 加热 加热完了之后再用番茄那些 原本的酱汁 跟高丽菜苗 还有角白笋下去焖 上面焖一下 是是是 这道菜才有办法做到最好吃 来我们再把角白笋放下去 角白笋在汆烫的时候 不需要汆烫太久 因为我们等一下 还要跟番茄一起焖 一起焖 如果这个时候你汆烫太久 等一下煮过头了 就不会有蔬菜的甜味 好差不多了 来把它拿起来 然后沥干 对 好这个时候要继续炒 来这个时候锅子加热 先番茄下去 番茄一下 因为锅子里面本身就有油 有点油 不需要再放很多油 蔬菜没有下去 增加它的香气 把番茄用中小火慢慢炒 炒到它的茄红素跑出来 它番茄的香气就慢慢炒出来了 其实番茄也有品种的问题 这个就台湾的最好吃的 对 牛番茄它本身就没味道 好看 但是说真的它没有番茄味 可是一般餐厅在做都是用牛番茄比较多 对 没错 因为这个比较软 是不是做菜的时候 第二 它的成本也高 比较贵 对 那这个三个炒一起 要不要加什么调味料 很简单 就来一个海盐就好了 海盐就好了 对 然后加一点点香菇粉 香菇粉 干炒水 就这样 就非常棒 焖高麗菜苗 焖高麗菜苗 我们下去了 我还第一次看到这样炒 那三个颜色对起来很漂亮 对 很漂亮 这个时候来调个味道 好 海盐 对 海盐 海盐的话 它比较不会死咸 有什么差别 海盐吃起来会带一点微干 比较活 是 带一点香菇粉 好了 这道菜完成了 对 放这里 对 没错 我们慢慢盛过来 喔 酱汁好漂亮 对啊 好香耶 上个不一样的青菜而已 对 这个番茄 还有角白笋的甜度 还有角白笋 对对 高麗菜苗 所以它吃起来非常的脆 非常好吃 对 这就是今天为你们大家带来的双心报喜 双心报喜 各位观众朋友 你学会了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 做法 一 爆香芹菜末 红萝卜丁 香菇丝 马铃薯丁 转香火加咖喱粉炒香 三 关火加油拌炒 二 加入烤芙丁 素沙茶 及少许高汤 再加香菇粉 冰糖调味 三 放入咖喱块 玉米榫丁 搅拌收汁 关火 制盘备用 四 将食材包入两片吐司内 边缘捏紧 五 这锅加少许油 将包裹的吐司片放入锅圆 干煎后起锅 六 切拌后挤上沙拉酱 撒上松子排盘 七 将高丽菜苗 搅白笋入锅穿烫 捞起立竿备用 八 将番茄在热锅中围炒 加入干草水 胡椒水 及穿烫后制高丽菜苗 搅白笋 九 加海盐 香菇粉 搅拌后起锅摆盘 即完成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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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的慈悲心启动了 慈悲将不会停止 生生世世一辈子陪伴着你 和我们一起来慈悲吧 海涛慈悲基金会 华博账号5041-6116 5041-6116